西藏自治区负责人14号就拉萨极少数人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说 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足够证据证明 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 以引起西藏各族群众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 西藏有关部门正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处置 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护西藏社会稳定 维护西藏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极少数人破坏西藏安定和谐的图谋不得人心 是注定要失败的